大家好 我是醃漬主廚 我今天要為大家帶來 梨曼鷹嘴豆排座番茄醬汁 來 幫大家介紹一下鷹嘴豆 今天是用整顆鷹嘴豆把它煮熟 我們用調理器把它打成泥狀 就是我想利用鷹嘴豆做一個煮菜 這樣吃起來的時候 我們會有堅固營養又有飽足感 也可以當作一個廚師來使用 好 我們香菇切小丁 做這道料理的時候 特別細節是我們的食材盡量越乾越好 鮮豹菇把它切小丁 就是因為我會增加它的口感 番茄把它去皮 然後我們把番茄切碎 我們等一下會做一個番茄的醬汁 好 那我們現在開始先來做番茄醬汁 番茄它會出水 它軟化就會變成糊狀 所以我們全程都是不加水 對於是可以切水 然後我們應該要切成糊狀 在糊狀的地方 我們可以切成糊狀 然後再加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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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加水 然後再加水 之後再加水 再加水 好 用乾的硬嘴痘 今天用乾的硬嘴痘 煮熟 打成泥 再炒一些不同的菌菇 裡面會加一些麵包粉 加麵包粉的用意就是說 把這個硬嘴痘做一個凝固 而且麵包粉下去在煎的時候 也會有一個麵包的香氣 我們特意今天也是做一個番茄醬汁 做一個醬汁 可以像硬嘴痘搭配著泥麥也很健康 搭配著番茄醬汁一起使用